我覺得其實對永兔現在的狀況 敷臉是最快 就幫他敷面膜是最快的方法 我先幫他敷上去 我在邊講 好 我們先幫永兔把他敷上去 好透明喔 對 好貼 非常的貼 我這樣真的看不出來還有敷 另外一半有敷 對喔 真的好薄喔 它很薄喔 對 這個面膜 這個面膜的材質很特別 它叫雨絲柔 雨絲柔材質 跟一般大家用的天絲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用兩種絲去混合起來的 去混合法 所以其實一般的我們用的那種 單純的那種天絲 你會發現它很薄 薄到有時候你敷的時候很不方便 它很容易黏在一起 對 但是你會發現它其實是有 稍微有一點點厚度 但是沒有那麼厚 沒有像不織布那麼厚 就稍微有一點厚度 所以你剛敷的時候 它其實是蠻好敷的 而且就是它的那個透明度還是有 你看它那個透膚度有沒有 對喔 還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它其實這種材質 最棒的優點就是它的 高滲透性跟高透膚性 所以這個是蠻特別的一種材質 你現在敷的是什麼功能 我現在可以跟大家講 我幫永兔敷 可能很多人會想說 這個時候應該要幫它敷美白 對 但是其實我是先幫它敷保濕 對 我先講一下這個品牌 因為這個品牌 其實我上次在節目 有分享過它另外一款 有 老師很好用 對不對 對 就是好像要多一個管子 對 你記得好清楚 真的很好用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這個面膜品牌非常有名 它可以說是台灣應該是算第一的 它們是在台灣已經有20年的歷史 然後它的創辦人有叫 面膜教父的稱號 然後他們的那個 面膜種類非常非常多 像我昨天去逛那個美妝店 我進去看面膜 第一個排在最明顯的 就是他們的牌子 所以首先我覺得它的那個 有啦 很多現在很多觀光客 來台灣觀光的都會先導致 對 都會指明說要買這個品牌 已經不是鳳梨酥可以搞定 對 真的 所以我覺得它也算是一種 另類的台灣之光 對 然後首先因為這款面膜 我今天幫他敷 幫永度敷的是這一款 藍色這個 它是保濕的 對 保濕當然說裡面有玻尿酸 有海藻糖 有膠原蛋白 我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因為很多人聽到玻尿酸的成分 就會覺得說玻尿酸好像很常見 但是為什麼在保濕的產品裡面 一定要添加玻尿酸 因為玻尿酸是現在在美容界裡面 最被廣泛運用 但是保濕效果是最好的 另外我剛剛有提到另外一個成分 叫做海藻 海藻是因為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叫海藻糖 海藻糖 對 你拿幾下 可是不是說糖化 就是我們會老 就是因為糖 海藻糖不是我們吃的那種糖 海藻糖是一種黏多糖 對 它其實是一種大分子的多糖體 其實它就是一種保濕的成分 但為什麼要特別強調它 就是因為海藻糖可以做什麼用 它可以把我們的皮膚細胞包起來 包起來 所以它可以防止我們的皮膚細胞脫水 所以你知道在植物界裡面 有一個很有名的東西叫復活草 就是說那個植物什麼 可以10年不澆水 它生長在沙漠裡 然後它只要滴到一滴水 它就會立刻24小時內就活過來 然後他們就去研究 就發現在這個復活草的那個 植物細胞壁外面就是有一層海藻糖 對 所以海藻糖這個東西 其實不是只有在復活草裡面有 它很多植物都有 最多被發現就是在海藻裡面 所以它整個是提取海藻裡面 很重要的這些護膚成分 所以在這一片面膜 這一片基本上是這個品牌 算是經典 其他這個就是有 白色就美白 美白 對 白色就美白 然後這個它其實是EGF 可以抗老 還有修復 就是敏感肌也可以用 而且因為它其實是很多 名人跟網紅的愛用款 那去哪裡買 開架 全部的開架 對 只要是那種美妝連鎖店都買到 對 很方便 如果說你是像 永兔現在這種狀況 就是皮膚有點暗沉 然後第一件事 我其實還是建議大家先敷保濕 譬如說保濕 皮膚那個亮度開始出來了 我們再來敷美白 對 再來敷美白 好 然後基本上我們就是敷一樣 15到20分鐘就好 好亮喔 真的有 直接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你就是 養成敷面膜的習慣 因為你皮膚其實是有記憶力的 你這樣子就是經常敷它 它其實你的皮膚就會 至少我覺得不會插到哪裡去 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 你看 差好多 你看它的眼睛 對 眼睛 大一小 眼睛好 像用去眼袋 哇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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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我們現場才敷不到 三分鐘而已吧 對 就大概幾分鐘而已 幾分鐘而已 了解了 我們今天全部都送給永富郎 好